哈嘍,大家好,我是果凡秋 大家好,我是给大家介绍西门丁 我讲过一好 那我觉得西门丁对我而言一个印象深刻 就是我从小大概在中学的时候 读书然后跟同学会翘课 或是一下课然后没有立刻回家 会去玩的地方就是西门丁 那西门丁什么地方呢 就是现在的万年啊,还有狮子林 那边他们的楼上都有冰宫 所以以前我们就是下课或是翘课去溜冰 然后那时候放的音乐都是觉得 哇,很好,很有趣,很特别,很嗨 觉得很不一样 然后去那边就溜冰啊,然后打电动 所以我觉得印象深刻就是 很像每一个年轻人在第一次叛逆的地方 都会去西门丁 我觉得是这样 那再来就是介绍西门丁的一个很有名 就是红楼嘛 那红楼它是一个日剧时代留下来的一个剧院 那以前是一个,应该是歌剧院 那现在呢,就是把它改建成一些 像是一些,像放映厅啊 还有一些,卖一些有关于电影的一些文物的东西啦 一些语剧,然后一些电影的历史的东西 那算是蛮特别,因为它建筑是从那个日剧时代留下来的 那我拍了西门丁的片呢,那也是一个主景 就是在红楼 那接下来呢,我想介绍就是西门丁的一条街 就是电影街 那那条电影街其实,它算是在台北市的电影的一个发源地 过去一些电影院的名字都不是现在听到的名字 那一些,以前早以前的一些黑白电影 那还有台湾的一些第一部的 啊,无声电影,然后并有声电影 然后变成,从黑白到彩色都是从那个地方发源起来的 所以它算是电影院的一个始祖 然后去到西门丁呢,一定不要错过这几个地方 啊,有点回死 到西门丁又去了 到西门丁上回来的 是 感谢观看